HELLO!大家好,我是阿將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最近香港有一個坎魚學家叫李居明 他聲稱可以看龍珠抗疫 他有解釋的是龍和牛 本身可以散熱和解火毒 為什麼一定要看龍珠才可以抗疫呢? 他有解釋到龍珠的角色 即是悟空,他是猴子 猴子代表金 金是百毒不侵 應該是說金可以防火毒 令到他百毒不侵 所以龍珠的動畫是絕對符合他所說的條件 第一是有個龍子 第二是裡面的主角是猴子 由此推斷,看龍珠是有防疫的作用 其實我自從聽過他的口罩加持法之後 臨兵鬥者皆震,烈再遷 這口罩加持法之後 我出門戴口罩後真的舒服了很多 沒有那種很悠悠的感覺 我現在真的很願意戴口罩,不是開玩笑 所以自從他教我們幫助口罩加持之後 我已經對這個人相當有興趣 是對這個人說話有興趣 加上最近不知為何我有一點病 嘻嘻嘻嘻嘻嘻 所以最近看到他說可以看龍珠抗疫 我就決定試一試看是否真的可以抗到武漢肺炎 減低患上武漢肺炎的風險 好了,事不宜遲 影片都開完,不是開玩笑 現在就為大家直擊我看龍珠抗疫的過程 Let's go 好吧我們現在一齊看龍珠 嗯嗯嗯 嗯 好 好 完成 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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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完之後會 還有一些消點 搞錯啊 看上去嘔吐 為什麼會拉住拉住 還是看了太多打鬥場面 所以教自己這樣呢? 救命 好啊 今天就找到了 我不是說太認識這傢伙 我特意上懷疑機 查一下他究竟是怎樣 我發現原來他除了是香港的漁學家之外 他也是一位 騙騎 所以一切的謎團終於解開了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他可以看龍豬抗疫 不過說真的 如果真的看龍豬抗疫的話 那還要醫生做什麼呢? 那科學家的醫療人員 就不用這麼辛苦去研究疫苗 去對抗武漢肺炎吧 過過一層看龍豬就可以了 再加上 這條我都說過 龍和牛都可以有一種解嚴 和散火毒的功能 那如果我看龍豬抗疫的話 那他的防疫效果是否會加成呢? 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 敢記人隨便去賺錢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他令我明白到 原來救命是有人相信的 然後最近他的預言說 次月八號的疫情會慢慢消失 是不是呢?我不知道 不過我溫子一算 那我也可以預計到 只要有黑勁死存家 所以現在呢 香港市民的民喻就會慢慢消失了 好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有想看主題 或是想我拍什麼影片的話 那就歡迎在下面留言 和我說一聲 那我們希望可以拍到給大家看 拜拜 好累啊 哇 神經病啊